欢迎来到中年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,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。 白色情人节给网友们撒了一波狗粮。同时,也引来网友的吐槽,期待早日与这部剧见面。 《你是我的荣耀》这部电视剧改编自同名小说。 杨阳在里面饰演于途。男女主从学生时代就认识了。 女主甚至在高中时向男主表白,男主不同意,一切都说明男主是一个坚持自己理想和内心信念的人。 比如他做航天赚的少,做金融赚的多,但是男主不学金融,更别说放弃自己的报复了。 《梦》 蒂丽热巴在这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乔晶晶。 她是炙手可热的明星,在世俗意义上是成功的。 她的经济收入与主要演员相差甚远,但她支持主要演员的努力。 做梦,比起让男主学金融的,女主似乎更适合她。 男主还是学生的时候,和喜欢的男生有共同语言,了解航天迷惑的知识,努力学习,提升自己,才能考上同一所大学。 她喜欢的男孩是有梦想有追求的人,所以她会全力支持他。 你是我的荣耀这本书是顾曼写的。 不得不说,顾曼的文笔比较流畅稳定。 看过小说的人都说悬角时间,很适合小说中的人物。 图片,帅哥美女。 而顾曼之前的作品也几乎没有让人失望《微微一笑很清诚》和《何以生肖默》。 这两部当时很火的电视剧也是根据顾曼的小说改编的。 《微微一笑很清诚》主要在大学校园谈恋爱,然后去职场。 美丽的学校老师贝微微和电脑天才肖奈,都是通过游戏结为好友,而且又帅又漂亮。 校园里的浪漫更美好,因为没有日常所需。 肖奈也是洋洋扮演的,贝微微是郑爽扮演的。 两人完美地把甜蜜蜜的爱情拍得完美,成为很多人的白月光。 而《何以生肖默》应该是顾曼作品中第一个被改编成电视剧的。 这本小说仍然是一个爱情故事。 《不像微微一笑很清诚》都是甜的。 这部剧有虐有爱,从剧的角度看何以撑合照。 陌生的家庭情况可能有一定差距,但可能是因为男主太甜了。 我喜欢女主角,所以这不是问题。 以当时的收视率来看,还是很成功的一部电视剧。 总的来说,顾曼的作品甜美,文笔流畅,文章的故事情节和情节比较简单,不扑朔迷离。 虽然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感情道路可能会有波折,但最终都是幸福的,美好的结局。 而在这对你是我的荣耀的情侣照发布之后,很多网友也是希望节目早点播出,希望早日见到于图和乔晶晶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